詞曲 李宗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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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家好 我是 DreamVeer Joe Sonho Face 我目前是中央團的祕組長 我就是聽前就是相信大家在聽著 就是今天稍微講者講完的內容之後 就是覺得應該好像要來做一些事情 那我們接下來最後的重點就是 幫大家來收尾一下就是我們可以開始做 所以我們就來給你幾個祕訣 那首先就是要先跟大家介紹一下 今天的主辦單位就是 GVeer Joe Sonho 我們是主辦GVeer黑客搜的團隊 GVeer這個社選就是從2012年開始成立 然後從那個時候開始 其實每兩個月就有一次百人等打黑客搜 所以就通常在2014年 這次成立之後就是一直維持著 每兩個月賣一次百打黑客搜任務 那這些在告別上就是我們目前成立 那我們有八位 那有六位是志工 有兩位是正式的副攀營工作人員 我自己中也是一樣 那這個就是我們的 去年12月在台南能源立委中心版的 百人大黑客搜的照片 所以我們的黑松 每次都是這樣多人來參與的 那其實比例上的話 差不多六成會是工程師 那四成會是其他領域的人 那我要這邊就是什麼是距離 那距離是我們是一個 推動資訊透明化的社群 那我們所有的精神 就是以開放的原始碼為精神 那我們希望就是可以透過把我們所寫的程式 然後其中的開放原始碼 把它開放出版化網路上的這個顯示 就是公開的然後公開的分享 然後每個人都有機會 做寫做這樣的一個方式 就是建立起我們這樣的社群 那區尼幣大家可能很多人會 就是會有點疑惑 因為其實一開始是從GOV這三個字 英文字組成的 那區尼幣大家可能會非常熟悉 就是可能政府的網頁 那區尼幣大家可能會是 等等等等等等 然後點GOV點資料 這一個他們是政府的網頁 那剛出距離成立的一開始 其實有一個宗旨 就是其實在台灣有非常多人 就是很喜歡就是對政府的做的事情 提出非常多的建立 但是在距離一開始有一群人 他們覺得為什麼體力這麼多建議之後 然後但是沒有人真的可以做不到 所以在一開始的時候 那區尼幣的這一群人 他們就覺得講那麼多 不如我們就開始做吧 那所以我們就把 GOV中間那個 包換了第一 那就是也是代表我們 用數位的方式 開始承接所謂大的期望 然後我們還要做的事情 那區尼幣是一個多中心的社群 那區尼幣就中團 其實我們只是其中一個工作小組 那我們的工作就是 雙月的區尼幣的各種 然後我們還有公立各種獎金 然後基礎設小收 這現在的民視小學校的工作坊 那其他其實還有非常多的反對 那像是在台灣 他們每週三都有小松 然後像聚立英俏 沒有海松 就是跟日的韓國、香港 還有台灣這四國的參與者 一般的國際性的黑客組 然後還有真正假的面積化等等 就是我們非常多的反對 在進行各種在社群裡面的協助的活動 然後再回到剛剛我說 我們是以一個 開放允止碼為中心的社群 那我們到底怎麼開放允止碼 那第一件事情就是 這個頁面是Mita 就是大家只需要知道 就是它是用來放程式的一個地方 對 那它有非常多的空間 然後大家可以寫完一支程式之後 可以放上去 其實它可以放很多東西 就是除了程式之外 可以放文字啊 一些文件什麼的 資料等等都可以放在上面 所以這是一個方式 就是我們把 能夠公共識把程式寫好之後 放在米號上面跟大家共享 然後另外一個方式 這也是照片的方式 就是GD也有一個Flick的相簿 像今天所有拍的照片 我們都會開放出來 放在Flick上面 然後上面 每張照片都會有授權 就是這張照片 你應該要怎麼去使用它 然後最一開始的時候 然後就是它被我寫到 就是之前 前陣子做的 口罩工序平台 那其實 現在這個平台呢 就是把資料都放在 我們GD做 建立的共筆 GD的共筆系統上 就是GD才改定 那上面現在就是 除了有非常多的 其實上面應該有二三十個 就是從最基礎的那個 一個資料建立起來的 一個這樣的資料理台 所以這也是一個方式 所以它本身是一份文件 但是從文件連伸出去的 它可能有很多連結 或者是資料庫 或是等等 或是像防疫相關的文權資訊 都可以在這裡找到 所以這也是一個開放的方法 好 其實今天參加的是一場黑客松 為什麼要這樣講 因為在台灣 我們其實經過了很長一段 辦黑客松的過程之後 我們發現台灣人對於黑客松 是三個只有一個寄定的印象 因為現在有非常多政府 或是企業單位都爭相舉辦 但是大家舉辦黑客松的形式 比較是比賽 就是可能就是一天或兩天 然後大家就是報名了之後 然後兩天就去那個現場 然後就會發題目 然後你們就可能要組隊 或是你個人 就需要針對那一個題目 提出一個解法 然後就是 早上可能就是有一個提案的時間 然後你就要上台報告說 我今天想要投資什麼什麼什麼 然後接下來就是報告完之後 然後接下來就一整天 就是寫程式的時間 那你就是要想辦法 在那一天或是兩天之內 把某一個東西寫出來 那最後的最後就是會有一個 上台發表的時間 那你就要把你的東西 現場的demo出來 就是讓大家看你做了什麼 然後現場就有評審 在下面補分 對然後最後會頒獎 所以就是台灣大部分的 沒有同事這樣進行的 對那所以我們在一般 在那種過程中 有發現就是 像我們一般來說 反正就是每一台課程 我們有問過非常多人 為什麼不會想要來參加 然後因為他通常就說 因為我不會寫程式 因為大家就是覺得 看到黑課程不參加 他就覺得我應該要是一個 寫程式的人 我才要來參加這個黑課程 對所以我們今天其實刻意 所以其實今天其實對我們來說 其實是一場天黑課程 但是我們把它換了一個名字 叫做工作號 因為我們覺得 透於GV社群來說 黑課程對我們來說的意義 是一場協作的過程 而不是一場比賽 所以我們希望可以先去掉 這三個字的印象 讓大家不要那麼的把它 就是用一個標籤把它扣上去 對所以希望就是今天就是 就是的確是我們非常希望可以邀請 就是各個領域的幫我來參加 所以我們剛剛就叫做工作很好 所以 所謂黑課程 我們等一下會有一個 我們等一下 我們等一下 我們等一下會有一個 提案的時間 那不知道大家有沒有上去寫 就是你們想要 想要上台分享的提案 那我們今天的模式 就有一點類似就是 一般GV那個都會進行的模式 只是今天比較小一點 就是讓大家先嘗試 對 所以如果你等一下 有上台想要分享的提案的話 你會得到一個坑主的備賬 那所謂的坑主就是 GV社群會稱 每一個專案或每一件事情 就是一個客戶 所以 就是這樣一個東西 其實 有一個問題 就是別人出現了 那大家真的要擁抱 我們在坑主 我們通常會 用很不妨的程序性 它可以是一個問題 是一個專案 或者是 一整件事情 等等的 像例如 口罩平臺 它就是一個更新 對 GV社群有一個非常重要的精神 就是 聊過什麼 沒有人說這個 現實認識是秒人 那就是 如果你在路上發生哪一顆空洞 那 你要選擇 站在旁邊 值得動大家 說這裡有一個洞 然後不去做任何事情嗎 還是說你要 直接提升出來 做這件事情 那所以我們的精神就是 如果你有機會上來一樣的話 那你就是可不出 那你的任務就是 告訴大家 我有一個可能 有人要和我們 可以買他 謝謝你自己 謝謝 好 所以這次GV的 黑客座有機樣表 所以我們在活動之間 就會開放 這樣一個公開的機樣表 然後可以讓大家上去 就是填寫了 大家想要再兩天分享什麼提案 那很重要的是 你只有三分鐘 三分鐘就是 我們 GV社群 我們應該說 我們比較偏 工程師比較多的一個狀態 就是希望大家講總體的 三分鐘 那希望我們其實 重點的兩位都幫你話 就是 就是 你的主題是什麼 你是誰 然後你想要解決什麼問題 然後你的問題需要什麼來幫你 然後你們合作的方式是什麼 就這樣 那我們合作的方式 因為我們用來合作的工具有非常多 那我想要跟大家講 兩個最重要的工具 那第一個就是我媽一直提到的 就是 很清楚的系統 那今天 希望大家開回去之後 至少至少可以學會 就是我現在要講的 這兩個系統 那 現在這個 上面很重的工具呢 就是 教大家如何登陸 軍力系統 等一下要重過 就是 如果你進來這個系統 然後右上角可以演登陸 然後你可以選Google 登陸 那你就會登陸 登陸之後你就會看到 G&B社群有很多很多的工筆在這邊 那如果你還要找到 教育的工筆 你可以在 就這樣找到 異地理論 你就可以找到 對 因為影片很快 所以大家如果還是 就是等一下還有時間 就是可以要問我 對 謝謝 謝謝 那這個就是 我們今天的工筆 那黑人T 它是一個就是 所見己所得的 一個工筆系統 就是它有 畫面模式 左邊黑色的部分 是打字的地方 那右邊是 顯現出來的地方 那大家 會覺得 裡面好多的資格 不知道它在幹嘛 但是其實 它最基本的就是 只要你打字上去 它就會顯現在右邊 除非你想要 讓它長得很美 就是 例如想要有大條 或是小標 或是圖片 或是各種配合 你才需要去 學習各種的 編碼的部分 但是 鍵放其實 你只要打字 它就會出現了 對 所以其實你不用 你一開始 只是想要使用 而不是追求關係 的話 其實它都可以 你都可以忍心地上售 對 對 那 剛才我說的 然後 在電的事情 是 GVSLAG 就是 我們 GV社群有 在共用一個 GVSLAG 作為我們協助的公共平台 那 目前在SLAG上面 有六千多個人 對 是一個非常巨大的平台 那 就是希望大家今天 那我去之後 如果想要跟大家保持聯繫的話 就是請 請進到 GVSLAG 然後 然後 就是 我們在小學校的頁面上面 有 就是 有一個 列表 就是說我要怎麼採核專案 然後上面有 教大家如何加入 那我就希望大家可以加入這個 那 持續的跟我們保持聯繫 然後一個很重要的事情是 其實 如果你真的想要 寫做一件事情 然後但是你 不太擅長 使用GVSLAG 其實你可以 宣議 其實平常 外用的設定品牌也可以 或 例如像Lamble 或是Line 都可以 但是 這個品牌希望大家 可以在 就是 專案發表到 某一個階段的時候 都回來 跟大家分享 就是你目前的進步 就是 可能你 告一段落了 然後你可能 有點不斷不下 只要進行下一步 那你就回來 跟大家 詢問說 我今天做到這個階段 讓我把我們聽一下 可以做這樣的一件 什麼事情 然後我們也有 就是GVSLAG 在臉書上也有一個社群 社群 那GVSLAG 聯繫量公民中心 大概都可以上來 呈一下你的專案 然後剛剛說的就是 希望大家可以隨時回來 就是 分享你的成果 就是因為 在社群其實有一個很重要的話 叫做 release early release open 就是 你做的事情 因為 你做的事情 應該說就是 你做的事情可能 如果你要發展到最終目標的話 其實會經歷很多個階段的轉變 或是需要一些調整 那你如果 先提出來 或是早提出來的話 大家其實就可以 針對你的東西做討論跟修改 那其實這個討論跟修改的過程 就也是一個學習的過程 就是帶來互相協助的過程 然後最後要講 最後一件很重要的事情是 因為剛才說 我們其實有開放各種東西在網路上 那你總不能就是 慢無目的的就直接 上傳到某個地方 然後就 你fax home 人家 但是 所以有一件很重要的事情 是你的專案 你要 你需要清楚你的專案 要以什麼樣的方式授權出來 所以我們 會有這樣的一個 距離開放授權小幫手 來幫你理清 就是你的專案 會需要用什麼樣的方式 例如 像現在最簡單的例子 就是Flick 你要用怎麼樣的形式做授權 就是人家怎麼使用你的照片 例如 他可能有一些可能是非商業使用 或者是 不限定 不限定 不限定項頁等等 各種 你可以去做選擇 這個東西 我也有放在 那個我們的 如何開行 專案 然後 GMP其實開門的手冊 上面有放很多 就是GMP社群 常用 一些常用的工具 那我們都有附在 就是後面沒有貼一張紙 就是這個手冊 大家可以去賞一個 上面有一些主標 真的有很多 那我們今天也有發給大家一張 零次小訊號的空圖 是很簡單 那就是我們協助大家 就是 你今天如果想要開始一個專案 你可能會需要做哪些事情 都寫在這個checklist上面 大家可以做參考 那 就先這樣 好 我們掌聲謝謝BASE的分享 我剛剛有看到BASE上面有一個提問 非常符合今天的一個場合 就是說 GMP關心很多事情 剛才GMP有分享到口罩 或是更早一些選舉的意圖 那為什麼今年會關心教育這個組合 今年怎麼會關心 其實 最主要一開始 其實是我們的合作夥伴 就是很製造的進行會 讓他們來找我們 談這件事情 其實一直都有 非常多各種領域的合作夥伴來找我們 希望可以 讓公民 就是公民科技社群的力量 可以在更多領域著墨 但是其實 對於我們為 其實我們就想想的事情 是 可能是公民科技這件事情 就是比較 是 科技免的工具或是看法 但是 但是 各領域的差別是內容大的差別 所以其實我們對於各領域的內容 不一定很熟悉 所以呢 但我們是樂於就是跟大家協助的 所以其實 這次就是 的確是因為有這樣合作的機會 所以才有機會可以 接觸到這個領域的內容 然後 一直做協助 所以也有出現合作的一個專業的補伴 專業的補伴 然後開始 我想過去 一些專業也有開始有些 例如說 蒙典的文字 像他們也有蒙典等等的 其實也跟教育相關 好 那我們接下來還會再休息一下 不過我們休息時間 就抓緊檢到15分 在15分之前呢 該聽到我輩子的分享例 例如提案等等 我們在後面請Ronnie舉一下手 Ronnie他旁邊有一個叫提案表 我們今天因為時間體重 我們就用寫的 如果你已經決定 我已經有個構想了 我想要跟大家分享 那3分鐘提案的列表 我們就依照上面依序 當時候我們從15分的時候 開始就 3分鐘介紹一個提案 3分鐘介紹一個提案 所以先幫忙確認一下 如果你要提案的話 請到後面寫提案表 那大概我們就先休息一下 15分我們就回來 開始聽提案 好 請 自我介紹 自我介紹是聽完提案再來介紹 先自我介紹 或者是現在吧 好 好 就是我們一個自我介紹的時間 就是希望大家在提案 提案之前可以彼此認識彼此是誰 這樣你才要辦法直接抓住 你需要防守 就是你要趕快所定的 那個人就是可能 是我的名字 你一定要趕快去找他 那最開始就是希望大家可以一起說 我們 自我介紹就是希望大家可以講 你的名字 然後人三個關鍵字 所以我是 Base 邱崇環 臨時小學校 然後是各種 就這樣 請大家不要說 大家好 我是 因為每個人說的 每個人說五秒 30個人可能就五分鐘 不好意思 我們就比較有一個 去遵守效益 所以 請大家一起開始 一起講 大家好 我是 然後我們就把麥克風傳下去 然後講你名字 就要猜個關鍵字 謝謝 好 一二